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盡月 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 星期五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灣仔很頭痛 大水浸 軒尼斯都變成威尼斯 現場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也說說各大熱話 據報有人用支付寶來搭港鐵 據報不小心 撤了小銅票 然後就遭到罰錢 據報這個人當堂哭了出來 就寫上網 網友提出質疑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據報有寵物美容院的店員竟然用花灑打狗 據報的狗狗亦受了傷 另外相關的店員已經被捕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灣仔水浸 軒尼斯道爆水管 水染 行人路和馬路 需要封路 軒尼斯道變成威尼斯 內文提到灣仔水浸 在今天9月27日中午12點17分 灣仔軒尼斯道有直徑600毫米的地下咸水管爆裂 令到和大量的黃泥水湧出來 導致軒尼斯道 昏域街和盧額道一帶的行人路 還有行車線 頓城窄國 部分店鋪是要緊急掛起沙包和木板來擋水 當中有市民把現場的照片拍上網 片中可見有車輛涉水行駛 有市民被迫站在店鋪門外站臂 亦有市民涉水而行 而且水浸到小腿 甚為狼狽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道 據報已經急叫水務處到場散水制 據報爆水管 今次爆水管過後 衍生水浸得很厲害 浸到小腿 當中有徒人是要站在店舖避水 整個眼周灣濟區相當狼狽 相關的路段亦需要改路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港女用支付寶來搭港鐵 不小心 撤了小銅票 租到罰錢罰一千元 結果在原地狂哭 大慎 很慘 不過網友不撐 這位港女在社交媒體發帖文表示 自己最近並不寬喻 沒錢用 所以八達通的餘額被清零 今年9月24日約8時 他改用支付寶在九龍灣站搭港鐵 我懷疑之前設定了做小銅票 他本身又沒有留意 直接掃這個二維碼入閘 就說黑仔黑道被人抓了 即場被罰錢一千元 事主形容當時一早在地鐵狂哭 就說罰我五百元 我都沒那麼辛苦 罰一千元 一千元我都不知道可以捱到多少天 又說自己是無心之失 被罰錢感到不甘心而哭爆 由於鐵文公開過後 我印來大量網友留言 事主曾經一度刪除鐵文 但就已經被人截了圖 轉載到其他的社交平台 有網友質疑事主 是不是真的不小心 不小心用了那個小銅價 就說真是很不小心 那位網友就說 剛剛無聊 去支付寶的apps試試轉小銅 要按五下電話才能夠改成小銅票 也有網友問 不記得為何設定做小銅票 罰你一千元算是這樣的 肯定用小銅票也不知用了多少年 不過也有網友提示主解話 說他原本擁有八達通自用 可能曾經為同行的小銅給車錢 一時不為意 而沒有改過設定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這個港女當日在港鐵站裡爆哭 說被人罰一千元 原來就因為用支付寶入閘的時間 沒有改成成年人的票 不過網友並不賣賬 並且提出質疑 認為他可能已經用了小銅票很久了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相關熱話繼續辯論 另外也提到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香港仔寵物美容院疑似以花灑打狗仔 27歲的男店員涉嫌虐待動物被捕 問題到了 香港仔一名寵物美容院的職員 懷疑幫狗仔洗澡期間以花灑打狗 導致狗仔貪瘓 涉嫌殘酷對待動物被捕 遇害的狗仔只是十一個月大 從流傳的閉路電視片段看到 有一個穿著藍色外套的男職員 幫狗衝生期間 突然 內花灑猛擊這隻狗仔 沒多久狗仔失去知覺 職員施以心外壓和人工呼吸急救 其後狗仔雖然恢復知覺 但無力走路陷入癱瘓 需要尋求進一步的治療 據報狗主星期二帶同兩隻狗狗 到利群商場一間寵物美容院洗澡 不過其中一隻十一個月大的狗狗 Holiday 懷疑遭到藍職員用花灑肩頭過後 失去知覺 經急救過後才恢復知覺 美容院致電主人回來帶狗狗看醫生 當時狗狗雙腳無力 失禁更加不停流口水 以上來自HK第一的報道 相關的閉路電視在網上廣傳當中 據報藍職員當時幫狗仔充身的時間 突然之間拿過花灑打狗仔的頭 他已經心之不妙 立即彎身檢查情況 還施以心外壓和人工呼吸去急救 結果這個店員被捕 事件了解於調查當中 另外也說說大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話說壽司郎青衣分店第一天出現人龍 超級誇張 網友看完相片後就說 真是前世未吃過壽司 內文提到壽司郎青衣城店 在9月27日開幕 店外面已經有多位街坊食客排隊守候 目測人龍超過40人 隊伍更加橫跨最少4間鋪位 相當誇張 壽司郎在香港擴張不斷 現今已經擁有超過30間分店 看來香港人對壽司郎的熱情依然無減 其實有網友組於壽司郎青衣店未開幕之時 已經神預言地開張當日 神早會大排長龍 亦有網友更加笑言 那個人龍應該是排隊見宮 就問是否有錢派 青衣向來有美食沙漠之稱 可能令到一向城中大熱的壽司郎更加受歡迎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會的報導 近日壽司郎在青衣城開分店 第一天排長龍 網友看完相片後就問 是否前世未吃過壽司 說笑而已 因為可能青衣城裡本身 一些食肆比較少 壽司郎甚受歡迎 開入青衣城 結果大排長龍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言聊聊 另外也說過這件事 根據友好新聞的報導 據報文記車仔麵 霸了整條福榮街 變成文記街 網友笑指 遲些可以上市 也都有人因為一個原因 而不再幫襯 問題到了 近日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出鐵文 笑指曾經上榜米芝蓮 位於深水埗的文記車仔麵 日日大排長龍 他所在的福榮街 已經變成文記街 更加笑問 何時搞上市 認為生意北京的餐廳要自行檢討 鐵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網友極速指出 其實餐廳是有鋪位要裝修 先需要短期租其他鋪位 而並非擴充霸起整條福榮街 也都有網友不明白 為什麼食客 日日大排長龍 只是為了吃車仔麵 更加有大批人士 就說一個原因 不再幫襯文記車仔麵 不過另外有人就說 餐廳受歡迎與否 應該由市場決定 有人喜歡吃 自然有人不喜歡 所以無需如此糾結 相關鐵文一出 藍職人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質疑餐廳自製長龍假象 就說員工做事慢條絲你 翻桌極慢 自然就會出現人龍 也有人說 幫襯的時間會有極大的壓力 職員態度欠佳 足以令他卻步 另外大多數的留言就說 餐廳採用了強烈的味精 吃完過後 口就會超級口渴 超辛苦 絕無下次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據報網上的趣聞一則 據報文記車仔麵 近日在福榮街 連開幾個店 結果霸了整條福榮街 據報有網友指出原因 就說文記有部份店 在裝修中 所以短期租了另一些店 並非霸著整條街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吃過文記車仔麵 又覺得好不好吃呢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